美国超级运算大会 SE24在亚特兰大正式登场 有来自全球超过360家厂商 以及上万人参与 聚焦AI运算跟散热 三立i News独家纸集 目前市面上的液冷解决方案 主要分为两种 就是液体对液体 还有液体对气体 而光宝科展出的液体对气体热交换器 可以看到示意红色热 进到旁边的塞卡 经过冷却后 蓝色的管线排出重新循环 解决AI高运算带来的散热痛点 新世代液冷系统 已经顺利进入挥达 全球为三的RVL名单当中 2025年会陆续出货 除了水对气 水对这个水的一个解决方案 都已经是准备好的 目前也得到这个 NVIDIA的RVL的认证 将电源概念运用在散热上 降低一半以上的能耗 而台场的亮点还有鸿海 鸿海在SE24带来的是GP200的量产版产品 而这跌了18层就变成NVL72机柜 一个腰价破亿元 预计年底开始出货 鸿海用实体机柜打破延后出货的谣言 现场也展出最新的B200 而电子五个中的人宝当初没跟上AI浪潮 如今极其直追在SE24展示伺服器的技术 以及尖端冷却解决方案 其中两箱直接夜冷能提供比传统冷却系统更高的散热效率 液体转液体 液体转气体 然后各式各样的发展 甚至还有静默式的这种的冷却方式 都在市场上都一直逐渐的出现 台湾科技厂紧跟AI的趋势 除了有台积电的晶片之外 其他台厂在散热组装 还有电源上大方溢彩 丽兵成为第二座故国深山 以上是参丽新闻 终于瑞芳一祥在美国亚特兰大的采访报道